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回到家的时候九点钟看了新闻联播的重播 讲到川普是怎么样参观故宫博物院的 就是紫禁城 还试着拿了一个金座的文物 所以在我们的新闻联播里面 川普来中国是干嘛呢 把王把王文物 对吧 以前皇帝的王具王物 那么看一看以前皇帝上朝的地方 说不定过两天再爬个长城 是一片和谐 气氛非常的美好 那紧接着我就把 新闻联播结束之后 我就把台转向这个CGTN 就是以前的CCTV News 那里面说的是什么 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我为什么说了两句英文 大家看一下 第一张图片的底下有一行字 是说朝鲜问题 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那第二张图片 底下那行字 说的是这个美国是不是对中国会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 那同样是中央电视台 同样是在国内播的 那么英文频道跟这个新闻联播 然后说出来这个环境就完全是不一样的 前面说的是玩玩玩具 谈历史 一片气氛融洽 那后面说的是DPRK 也就是北朝鲜 然后说的是中美的关系 美国会不会采取一个更强硬的态度 这就看到我们小时候老师听天说 我现在也跟我的学生说 要好好学习 不相信 现在知道了吧 你看看这个英文频道 这个角度就完全不一样 当然 事情是多面的 新闻联播那个角度也没有错 一个外国的元首过来 带他玩一玩 撞一撞 这个也是一个正常的角度 那么你光从一个暗黑的角度去分析 美国是不是会对中国更强硬 中美在北朝鲜这个问题上 会采取一个什么样的处理方法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磋商 那这是也是现实情况 也是暗黑的一个角度 那我们节目总是从暗黑的角度去说 那我们就今天就说一下 从这个角度 就是刚刚说的这个媒体的角度 中美的一些差异 中国跟美国应该说 发育程度本来是天上人间的 天上地下 差距非常之大 但是呢 中国连续发展40年 蛮夸张的 因为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一个国家 可以如此稳定 如此之庞大的身躯 如此之稳定的状态 一口气发展了40年 那么即使说是日本吧 那我们要注意到日本 它是因为 它本身的工业基础就非常好 在战后的时候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它跟着美国后面走 很多东西是美国甩给它的 在战略上面 至少是愿意去拉拔这个日本的 但是中国应该说是靠着自己 美国是没有帮忙太多的 特别是八九之后 这个欧洲跟北美 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 是一个技术封锁的状态 不仅仅是军用技术 很多的民用技术 到现在都还是封锁的一个状态 所以中国的这个贸易 始终拉拔不上去 就是对美的这个科技购买力 一直上不去 那么苏联已经是解体了 在九十年代初就已经解体了 中国可以说是靠着自己的力量 然后没有基础的情况下 连续发展四十年 于是中美两个国家居然开始靠近了 这两个国家开始靠近很多意思 就是大家感觉上 在往各自相反的方向走 比如说美国未来最需要的 应该是他们的基础设施太落后了 需要非常大量的资金 和非常多的人员去建设这一块 那么中国呢 完全相反 基础设施建设的太好了 但是家庭 个人的消费过于 过于少 个人的可支配收入少 政府的可支配收入又太多 大家很容易看到 美剧里面 即使是这种过得不太好的人 他也能够开个车 小家小户的美国居民 他能够在厨房里面买了瓶瓶瓶瓶瓶 搭不得几百上千件的瓶瓶瓶瓶 那个车的仓库一拉开里面 这个成套的设备 这个搞搞机修 拿得锻炼锻炼 还有个甚至有一些 比较奢侈一点的东西 有个小小的酒窖 或者是有几根吊杆 比较漂亮的吊杆 但中国的个人家庭 那除非是你这得 算是第五阶层 成功人士 你才能说 我家里平平光光摆个几百件 周末去开个车去超市买东西 这不差钱的往里面丢 那确实就是 两个国家的这个方向就不一样 美国需要公共设施建设 中国需要把公共设施建设压缩起来 往内部走 把钱给家庭去花销 那同样的 再说回媒体这一块也是这个样子 这个是就带一点观点了 因为前面说的一些是更偏事实一点 就是我觉得 这个中国跟美国在舆论控制方面 在舆论上面确实 这个也要 也要往相反的方向走 比如美国他就是完全就只往主干部分 就是这个框架我画出来了 但是你要说我去具体控制某一条新闻 他绝对不会这么做 如果这样的话就会被 被政治上的对手攻击 你在操控舆论 你在为自己的利益做小动作 但是他们有没有舆论操控 肯定多少是有 只不过方式不一样 他们可能是从更大的舆论 引导的这个方向去走 但是我们注意 美国他对所有的这种舆论 就是从到这个总统选举 一直到最后的这种 小头小摸所有的新闻报道里面 他都没有任何的管控 就是没有像中国这种 每一条新闻差不多都筛选一遍 这个就是会导致中美两国 其实都受到了伤害 我们先说美国吧 比如说他的这个枪支 这次又发生枪击了 枪击感觉上是越来越频繁 而且伤亡的人数越来越多 那么其实每一个社会都有孤难 我前面说了中国债务增加 最大的一个问题可能会导致孤难的增加 那么中国我们看一下是怎么样管控这个事情 我记得几年前 我们家那边 我们家那个地级是叫南平市 爆发了一起 一个男的 对政府不满 他居然在幼儿园前面砍杀儿童 那个事情一爆出来之后 然后新闻当时没有管控 大陆都知道了 于是扩散开来 扩散开之后的半年到一年的事件里面 全国居然发生类似的这种砍儿童事件 好多好多件 具体多少件我就不知道 三四件四五件是有 但此前并没有 那么那些人他是干嘛呢 他在学习 他在模仿 比如我记得后面有江苏有一起 比如云南有一起 这些孤狼们 他们在这个社会中受到了伤害 那么他在模仿这些事情 还比如中国前些年有一个 有一本小说后面改编成电影叫蛮井 这也是王宝强先生他的一个处女作 那么这个片子我也看了 这个蛮井这个片子 他在大陆进播 很多人说这个是因为电影受到严格审查 但是我们同时要注意到 即使在进播的情况下 很多人还是在看 很多人看了之后就去模仿这个事情 所以就导致更多的伤亡 那么美国也是这个样子 其实他在最暴力的这一块 我觉得应该适当的管控一下 那很多人会说 那这样就有爱美国的价值观 那这个问题我先不想那么多 那种高大上的这种话题 什么所谓的价值观 咱们就说这个怎么处理问题 如果说这个最极端 我不是说要管控一般的这种新闻 而是说最极端最暴力的这一部分 是不是应该稍微控制一下 不要一发生这个美国记者 跑得比美国的这个美国政府还快 什么问题 政府没有调查清楚 媒体已经非常清楚了 那么这样的话 就会带来比较严重的问题 那我们再说回来 那说回中国 中国的情况就完全相反 有些问题应该说 在新闻广资里面 我是不支持说所有的问题 是80%到95%都不适合管控 就是因为里面 我前面说过 就是白领阶层 这种有权力的阶层 稍有权力的阶层 就已经很难控制他们的犯罪 你说一个白领 他稍微贪污一下 他可能造成的损失 给国家给公司 给社会带来的损失 比一个抢解放要大的多的多 对不对 那么像他们的这个 对他们的广资 就是需要依靠舆论的 如果管控的太严格了 那么这个社会就很难发展 因为稍有权势的人 他们的行为 很难得受到约束 但是中国就是细细咪咪 把这个最暴力的部分 也给他管住了 但是呢 像这种不应该管制的 大多数新闻 也把他给管住 这样就导致很多 社会很多角落 他得不到阳光的照射 其实每个社会都有细菌 都有腐败分子 这个阳光必须得充分照进来之后 要看怎么最后怎么处理 有阳光进来 那么就有杀菌的作用 就有紫外线 对不对 能杀一部分是一部分的 所以我们看到 就是中美这两个国家 其实在媒体方面 我也觉得应该 往各自相反的方向走 就是美国把最暴力的这一部分 像什么枪击的这种事情 把它稍微压一压 不要过分报道这些凶手 什么生活不如意 那这么说生活不如意 就可以这么做 对不对 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社会 其实不希望发生这种 特别大规模的这种流血事件 不管是哪个任何一个国家 有问题 那当然必须得要解决 那但是绝对不是通过这种 最暴力的方式来 那同样的 那中国的往相反的方向走 应该把80%到90%的这个 新闻领域把它给扩散开 所以美国是那5% 10%到底怎么办 中国是那90%怎么办 如果说能各自往对方的方向上走 一个广一点 一个多放一点 那么这个世界好像就完美了一点 好了 那这一集差不多就说到这里 就是中美来访问了 两个国家差异这么大 刚刚说了 主要还是说新闻 应该往相反的方向走 基建也是 那当然还有其他很多方面 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趋势 我们再回到最初 我刚刚说的 说了两句英文 我还跟大家说 我还看了英文频道 对不对 说什么 学习的重要性 对不对 其实中美 我们个人也都是这个样子 你要想 更好的去解决问题 学习是必不可免的 那我这个说的 好像像一个老师一样 确实是这个样子 有些时候 咱们就得冲着解决问题的 这个角度去看 有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个人 有时候会走向极端 因为每个人做错的时候 都会反思 他反思了之后 就会否定自己 否定自己到一定的阶段 他就形成一个积累 变成质变 走向另一个极端 那当然 我这么说 倒不是说中美会走向对方的极端 这个美国要变成社会主义 中国要变成资本主义 我觉得 这一步都远远还没有到来 这个脚步都还没有完全迈开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 整个事情的变化 任何一个角度都要去看清楚 任何一个角落都要去照射到 那这样我们看一个问题 才能更全面 就像前面说的 这个新闻联播 他说的是有错吗 也没错 来了也是要玩的 那这个CGTN他说的是错 那个The Point这个观点 观点里面说的 暗黑的角度 他也是这个事件的一部分 那我们还是要多加强学习 那从 而且还要从更加务实的角度 在同时 我们还要防止自己 走向自己的方面 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走向另一个极端 极端都是不好的 好的 那这一集节目就说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观点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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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